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讲实际的扁鹊苍公列状 这篇文章我们上中学的时候学过部分 类似内容是韩非子的扁鹊见蔡桓公 有它的一部分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学一古文课 也断断续续的被删减的学过 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些不符合实际的 或者是解释不了的 或者是被认为是封建迷信的东西 都全给删掉了 这说一定现象 就是我们上的一股文课 编写教材的人或者讲课的老师 都是文科别 大多数不是医生 所以一般从文科的角度 修辞语法的证据这个也就是小学嘛 就是文字学迅古啊 这些音乐学角度来解释古代的典籍 他不是医生的话 没有临床的历练 没有临床医生的那种感觉或者技术 没见过或者没治好过人 所以他很难理解这种古代历史的记录 所以这篇文章呢 他的含金量被大大的忽略了 我们今天给大家讲这篇文章呢 就是希望大家从里面能体会出中医的价值观 中医的伦理观 中医的方法论 学西医的话 你要去学西伯克拉底的什么誓言 学中医的话 一定要学这篇文章 再一讲 这是一篇信誓 为什么说信誓 如果说这个司马迁记载皇帝 这个内容久远的话 不可考的话 还可以理解 但是他在这儿技术的扁区和仓功 就对司马迁很近 大概他们相差了250多年 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去研究乾隆中期 或是乾隆早期的一些历史事件 所以这个比较真实 再一个呢 我们要感激司马迁 为什么呢 司马迁第一次为医生写传记 这个医生在以前的一些史书里面也偶然会出现 比如说这个病入高荒 提到了秦国的名医 一和一缓 这些都是直言片 像这样的 整篇大量的文字 全篇幅的 并且有历史档案作为依据的 你比如说他记载苍公的这些历史都是汉文帝 距与司马迁的更近 司马迁是景帝后期出生的 也就离他也就三四十年的光景 大量的文史档案 非常感激 我们从中也能看到 《黄帝内经》的在这两个人物中的传承 好了不多说了 我们就开始讲 第一句话 扁确者 渤海俊冒人也 性情是名誉人 这边有很多人通过网络打印 把那个波海俊就打成证人 完全是臭误的 那个不是证 是个念冒 左边的莫名其妙那个墨子 那个翻译念冒 先说扁确 这边要说一个翻译 大家就约定书成了念扁确 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念偏确 为什么叫偏确呢 就是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一夜偏中 偏呢跟这个字是一样 意思就是小 所以扁确应该是偏确 这个偏偏起舞 那个意思 另外他说是个小 所以这个扁确呢是一个外号 别人对他的一个称号 他是哪的人呢 叫波海俊冒人 这个波海俊呢是司马迁居住 生存的那年代离他不远 汉文帝的时候设置的一个郡县 大家都知道刘邦 读天下以后也是分封同姓王 把姓刘的都给一块地就分封建国 到后期呢就发现这个伟大不定 出现了历史上轮回的这个问题 就做到了以后就不好过 所以呢后期呢 逐渐的根据各种流土 比如他犯了错了或者绝了后了 就把这个国收回来 收回来就设置郡县 所以波海俊呢 在扁确那个时代没有这个称呼啊 他是在汉文帝时候才设立的啊 位置在哪儿 位置在几个省市的交界处啊 有天津的一部分 河北的一部分 还有山东的一部分啊 茂在哪儿呢 茂就是现在的河北任秋 原来叫险啊 现在叫市 原来呢在西州的时候啊 就是周朝刚建立的时候 分封建国啊 这边有个国家叫茂国 它的边上呢有中山国啊 再往北呢就是燕国 慢慢这个时间发展了 大鱼吃小鱼嘛 中山国呢逐渐被人吞并啊 三国分籍 中山国被赵国吞并 然后这个茂国呢就是成为一个燕国的附属国 作为附属国呢 老是跟赵国互相打仗 一会儿被割了 割让过去 一会儿就追讨回来啊 所以就在夹缝中求生存 所以扁确生活的这个年代啊 具体时间我们觉得不可考 但是呢 他肯定是在春秋战国 春秋向战国过渡的那个阶段啊 天下当乱 春秋和战国的分水岭 就是三国分禁啊 经过被三个 贡旗师大夫给瓜分了 变成了三个国家啊 赵薇汉 同时 此同时呢 还有一个事件发生呢 就是齐国 原来是江子牙的封地 后来 被一个姓田的人给篡当多圈啊 就变成了 还叫齐国 就变成了姓田的这个国家了 所以这个阶段是天下最乱的时候 所以他要冒人 这个任秋呢 有一个扁鹊大庙 这是扁鹊的出生地 那扁鹊死了以后呢 他的身手分离啊 他的学生把他的头运回来 埋葬在了这个河北内秋县 内秋市或内秋县 我们带学生专门去击败国啊 有扁鹊大庙 啊 松柏都很 长得都很壮啊 就是一个老庙 所以呢 扁鹊在生存的那个年代 应该是冒过人 或者是一会儿是属于赵国人 一会儿可能又被骑过 淹过 所以他变成从一个小国家的人 就有列国啊 也有他的原因 所以叫秦氏明月人 这是司马迁的记载 我们后期的考证 包括拿到三生道长的宣宜秘密呢 发现那个司马迁的记载 也有一些错误啊 就是 其实这些人都有 但他不是一个人 扁鹊是一个人 昌三军 然后秦月人又是一个人 都是他们扁鹊 就是皇帝内经学派传承人 就是司马迁整理资料 把这些人都安到一个人的头上 这也就能理解 在后面 记述的很多故事当中 都有扁鹊 然后他们的跨度跨了三百年 从那个给赵监子圆梦 到劝那个蔡王公 蔡王公就是田齐 取代江齐以后 第三个郡主叫田武 包括这个又到规劝秦王 跨越了三百多年 所以才不好理解 从这我们就给大家先提个醒 也感谢这个三山道长 能把这本书贡献出来 再说一句 为什么叫扁鹊 扁鹊当然是一个鸟 这个具体来说是个暴喜鸟 这个山东东面 东夷 他们的图腾就是鸟 说他们的祖先是通了鸟 鸟蛋生出来的 所以这个东边的这些人 对鸟有一种图腾或者崇拜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曾经在扁鹊学派传承过程当中 有一个人叫扁鹊 这个人扁鹊是什么样的 他的翻译有点奇怪 有点怎么说呢 有点北京话叫左嗓子 就是声音比较高 比较尖 一般男人的声音呢 是偏浑厚 他这个我们说人 就是说这人说话 寂寥寂寥寥的 寂寥寥寥的 就是特点 就有点像鸟 举妹子玩 听过刘宝瑞的相声 刘宝瑞说那个声音就有点 有点左 还有一位就是马维都先生 马维都先生那声音也是比较特点 所以他的发音有点这么个奇怪 所以北人起的这么一个外号叫扁鹊 就在三申道长的这个书里面也有印证 我们就介绍到这儿 扁鹊这个人 然后有意思的是谁呢 我们不且先把它当成一个人介绍 我先给大家提个写 他小时候寿寺为人所长 人所长不用说了 就是一个小店家 店家的头 相当于不是hotel 是montel 因为河北人秋属于这种河北平原 东陵渤海 西街宝定 下面是苍州 上面是天津和幽宴 北京 这么个位置 交通要大 所以这个客人 这个走足 饭夫走足 都是人来人 他是一个负责人 年轻时候干这个的 根本不是说是中医世家出身 这个从小就背什么唐头歌曲 中药歌府 宾湖卖学 不是这么个人 这时候他迎来送网 碰到很多客人 舍客有个人叫常桑军 就是别人的对他的称号 过 就是过来住店 便去读旗帜 长颈预知 这就是我们说的话叫眼力劲 是吧 有一句老话叫车船垫脚牙 无罪也该杀 就是在以前的旧社会 干这些行的 车行的 是吧 就是推着车 跑运输的 划船的 度人的 是吧 垫垫脚 脚 跑腿的嘛 这个还有牙就是牙口 吃这个 吃两 两道馅 就是 就是那个中筋 因为这些人容易 这些行的 我说过 殊不可不慎 干这种行 容易这个 起歪心思 动坏心眼 这个挣钱 他不着正道 叫无罪也该杀 但是呢 这这话怎么说呢 就说 正经人 但这个事 也会把他做得很好 所以叫 扁鹊 独其枝 待人接物 是一门大学问 这个 我们现在都是 自命清高 拜大理别人 认为就是 不跟任何人交往 不跟任何人交流 我就能活得挺好 贫自闭正 还有一种 就是欺凌 其难伴侣 跟别人交往 就是牺牲别人 满足自己 这种人活不长 相当于这个 婆皮扭二这种人 还有一人 就是我们说的 这种 见风使舵 他人说人话 接着说鬼话 以前那个 北京饭馆 门口都有的人 就是一来一送往 叫廖高 这个人是 相当相当厉害的 一个角色 是吧 维护老主顾 这个知道谁 今天请客 大概需要 吃多大的洗面 要让人花钱 花得舒服 让人办事 办得体面 还有一套本事 就是人家 抱一道菜门 就马上 都不用什么纸 计算机 用iPad去点菜 脑子全记住 这个料高 一个料高呢 能照顾一个 全家的这种生意 特别说是吃饭 它是个住店 所以首先这件事呢 扁确是有眼里劲的 知道谁是高人 是吧 是要读旗帜 是要长颈预指 这是最关键 什么叫长颈预指 颈呢 就是我们说 严谨 谨慎 小心 是吧 有点这种 很严肃 很认真 对待 一死不苟 不敢带骂 是吧 更难得是 长颈预指 现在住酒店 你也提出了点 什么特殊要求 有电脑 有系统 有显示 你住过一次酒店 人家知道你要就枪外皮枕头 下次再订 而不用你再打电话 就给你送过来 这是电脑记住的 是吧 那古代的人都是靠自己脑子记住 所以这个长颈预指 这边呢 就是提示两个事情 我们现在学一些学问 老觉得就是 这是付费 是吧 我交钱 你交我 一手交钱 一手交货 是吧 不是那么回事 真正的老师也不差那点钱 你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你一个求学的态度 没有这种态度 杠你 你也接不住 所以最终你也学不会 另外呢 就人而无恒 不可以做无依 你也不会坚持那么久 一次两次 紧预指可以 长紧预指 恐怕很难做到 这种态度体现的很多方面 我们经常说 依不扣门 刀不远人 到家的东西 没有说 哭着喊着 求着你 跟我学的 是吧 你没有表现这个态度 他不可能给你 大家都熟知了 这个张良的故事 张良这个 布朗莎 这个 刺刺刀 刺杀 这个秦始皇 未遂以后就 四处逃难躲避 结果碰到 一个老人叫黄世公 黄世公就把 故意把鞋掉 瞧着眼 让他去捡 他说不捡 这事也就没了 他就捡了 其实黄世公要 就是个态度 黄世公传给张良的东西 就是皇帝术 就是用兵打仗的这种 治国的 这种方略 所以到家的东西 永远是这样 所以呢 我自己感觉啊 我是因为从小 在老老家长大 我跟老人相处的比较好 自个儿还算有眼的劲 比较找老人喜欢 毕业以后 也留校 当时留校条件 就是必须搞行政 所以到时候在 当时在门诊办公室 做起 调节 一换就分 后来到东东民医院院办 后来又到大学校办 一直是 做这种事情 这种事情 对我最大的历练就是 待人接物 待人接物 出过教学 然后碰到 这种风老先生 那些 现在想起来 在读读扁鹊的 这个故事和经历 就是真实 深有感触 首先你是那个人 然后呢 碰到这种机会 才有可能 然后下一句话叫 常商君一只扁鹊 非常容易 这个常商君什么人 做医生 大家统计一下 这辈子你能 碰到多少人 跟多少人能说 说两话 握个手 跟多少人能共识 或者相处 就那么几个人 医生不一样 医生可以说是 愈人无数 有句话 读完全书 不如行万里路 行万里路 不如愈人无数 医生的眼睛很毒 这个毒不是坏的意思 是很尖锐 很聚焦的意思 所以常商君 也在观察 扁鹊 结果呢 大家看后面有 叫出入十余年 这也可怕了 是吧 十余年 你就是个住店的 我就大住店 大家的 我就是个开店的 伺候招待客人 这样的苦相观察 有十余年 不容易 我们算起来 我从这后部一期 到现在也十多年了 是吧 后部一期二期 三期四期 同学现在都是这个 合股诊所 研究所 讲学的骨干 十余年 这个东西没办法 很多人 这个投资集团呢 想拿钱 砸这个医疗市场 人才一个好的医生 那是拿钱砸出来的 好的 这个射击选手 好的军事手 那都是拿子弹围出来 不再是病人身上 帮文文切 去厨房 开药 按摩 推拿刮刹 不去培养那种感觉 不可能成为一个好医生 出十余年 结果终于有一天 乃乎扁缺思作 古代 吸力而作 我现在这个 都坐了壶床 壶床就是凳 外来 壶嘛 有壶臭的人 穿过来的东西 然后叫剑与语约 中间就说了一句话 说 我有禁方 禁方 大家看看 这个禁方是什么 forbidden 自定称 禁是 有禁忌 不能广泛传播的东西 所以叫禁方 这个方呢 大家不要理解成是方忌 或者是方药 在古代是叫方数 方数 搞方数的人有两种 一种叫方声 一种叫方式 区别在哪 一个是偏能沟通无形的东西 叫方式 普通的在气血 形体层面上调染的叫方声 像我们现在就是医生 方式呢 就偏现在的道士 这叫我有禁方 这一套秘传的 或者有传承禁忌的 这套方数 我想传给你 年老 与传与工 公务系 我孙儿大 我想传给你 第一你要学会 第二你学会以后 不要乱说 不要乱传 这就是这个道家的东西 或者中业的东西 不可能得到广泛 传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它对受众的要求 特别高 飞机人物传 飞机人物传 传了以后会出问题 结果呢 扁确是一个禁诺 这个我们看到 现在很多这个 历史剧 描写汉朝的时候 清朝人是 说yes是 遮或者扎 我们汉朝叫诺 以前叫一诺千军 敬诺 敬诺是 更庄重的一种承诺 说一诺千军 结果呢 下面一件事 更技巧了 常常君来出其 怀中药与便去 从怀里掏出一包药 给便去说 饮世 以上食之水 三十日当之物以 然后呢 乃西取其 尽方疏 尽于便去 全部给他 相当于 现在 三十日到两包 玄影一觅 都公布到网上 唯一就是 没给这个怀中的药 这个说一下 这个 上吃之水 上吃之水有几个解释 一个就是 露水 我们说嘛 天上有水 地下有水 中间天地相交的 结在这个 百花草木上的 那个露水 这个 就我们管的一个水 叫上吃之水 还有呢 解释就是上吃 是个地名 或者是某个泉的水 大家参观 北海公园后 可能看到 那个穷岛上 有一个汉白玉的石柱 石柱上面有一个 青铜的一个人 双手托了个盘子 这个叫成鹿盘 什么意思呢 古代人发现金属的东西 它导入得快 容易变凉 所以呢 你本身一个铁器 或者铜器的东西 你里面啥也没有 结果在外面放了一碗上 结果呢 里面就会有小盘盆水 这个古代人嘛 这个无中生有 就觉得 这叫金生水 这现代人觉得可以理解 在古代人就认为 这就是上吃之水 叫无根之水 无根之水 天上下 它也有来源 地上涌出来 也有来源 唯独这个 莫名其妙就出现了水 空气中水蒸气 所以我们 很多福的那种 仙丹或者仙药 都用这个 上吃之水 就是橙楼盘 橙楼盘 扫下来的水 然后用它去服药 看一下本草棺木 光说水的品种 就有几十种 我们活的这个贵族 比较精细 结果呢 三十天当知物 吃了三十天以后 包括啊 金方叔学习以后 突然 传上去不见了 是吧 就完成了自个的使命 结果四万千 后面说一句话 叫代非人意 这个不是说 他不是人啊 是他不是一般的人 这个我们 可查一下 历代这个传承的故事 都是这个啊 一个人被选中了 跟老师学 学了 一二十天 学会了 马上就得张罗着 赶紧传下一个人 是吧 就是生命就是这样 就跟我们对 行火相承 结果呢 扁鹊一七言 按照老师教的 引药三十天 三十 结果出现了一个状态 什么状态 事件 原一方人 原是短墙 有个名义叫李东元 现在人解释啊 也有低级红高级肺 说扁鹊吃完药以后啊 眼睛就像RX光机 就能透视 看见墙那边的人 这就是没办法 因为你不识字 这边要说到这个是 是 大家看它的片方不守 左边是一个指示的是 是字边 这边是个简 是和看啥区别 是吧 看是大家记住 看是肉眼看 是是闭的眼睛看到 有人说你个胡说八道 是吧 你宣传封建迷信 闭的眼睛 怎么可能能看到东西 哎 我都没办法 对这种人 我只能说一句话 没做过梦啊 是吧 你做梦的时候 你眼睛是睁的还是闭的 你眼睛 你做梦的 不是梦中那些景象 是吧 你是怎么见到的 那就叫是 所以在是这种状态呢 大家要想一下 它是一种感 是一种感 它还不是觉 是一种感 当然也有病态的事啊 就换听换事 所以这是 武力史记载的 它吃了这个药 喝了上吃的水 喝了这个药以后 出现的功能 我们现在没这个药 但是我们也有办法 让大家尽量有这种感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 和服必须提倡 要修身课和修心课 沉重 练功 经纵 是吧 去感觉一些东西 这就没法说了 你没这感觉 我跟你说半天 你只能说我不信 有感觉的人 那就是如人饮水 冷暖自知 所以这世间 源于封人呢 讲的就是 一生修炼出的一种功夫 所以呢 用这个方法去给人看病 以此试病 大家看的是试病 我讲过那个 实际动员 都是近视眼 这个足球前锋射门 是不是眼睛是闭着 因为他不需要肉眼 肉眼反而分身分心 有一次试病 近见五脏正结 或者说近现五脏正结 所以就 望而置之为之神 我们讲这个中医的诊断 他说又活挖到 我知道说你没见过 我见过 我因为见过这样的老师 是吧 我才相信 这个历史记载是真实的 他叫忘气 这个说声了 其实就算你穿的衣服 穿的很厚实衣服 这样 你遮挡不住的是你的气 五脏正结 我们可以通过 看体表 然后推测 内在的东西 所以呢 他特意展脉为名 都说扁圈脉脉法好 其实呢 他就算了一说 我不用摸脉 我就能知道你的病在哪 人断就觉得你是骗子 只好呢 以摸脉作为一个幌子 换句话说啊 古代人叫四证合成 忘文文切都要做的 是吧 这样才能做诊断 现在人就摸一下手 就说你知道病在哪 我觉得 那除非你是扁圈 你能看到了 是吧 才能够说 所以他唯一 或在齐 或在赵 在赵者 明扁圈 也就是他行医的主要的地方 我说了 他是茂 茂国人 是吧 他只能向东 到齐国行医 向北到燕国行医 往西 往南 都是赵国 好了 今天呢 我们 牵讲完这一段 更于扁圈的故事呢 更精彩 下期节目 再说 谢谢大家收听 再见